疫情之下, 市道不好 可能你也會有周轉不來 希望用錢去應急 你好, 小姐 我們銀行現在推出特低利息貸款了 剛好知道我想借錢 你說借錢是嗎? 好…有興趣 相信你也收過不少銀行 打來推銷借貸服務的電話 剛好你又有需要的話 的確省時間和避免尷尬 但最近就有市主 收到自稱某銀行職員 推廣貸款的電話 最後不只借不成錢 還接連四次賺錢去對方戶口 被握走六位數 我是一間工程公司的老闆 我們是三、四盤的公司 經常給大盤賺錢的錢 我可以出用給一些貨物 就是周轉資金, 當然很重要 7月21日有位自稱中國銀行貸款 貸款部的人是正業的 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貸款 由於李先生公司的銀行戶口 和這位葉先生自稱代表的銀行 都是同一間 令他以為是正常的業務推廣 他跟我說是很優勢的 最早的時候, 那個資源是四十元 他問了上市之後 就說上面只可以批了二十五萬 葉先生可以介紹一個中生給我 中生是一個工程行 他跟我說我把錢放到工程行那邊 就可以看到我把錢放到額的十倍 即是借二十五萬, 就要先入二十五萬 去做擔保 豈不是未見官才打八十大板? 但是李先生一來沒試過借這麼大額 不熟程序 二來急著用, 沒想太多 就跟照銀行葉先生的指示 聯絡公正行中生 他跟我說他公司戶口的額就爆了 問我算不算, 佔到一個私人戶口 我最初有點猶豫 他一直說沒問題 到時候這筆錢也要給我 所以我就相信他 這筆錢你簽完約之後 我們第二天會轉回你提供的 那種戶口, 麻煩你 7月26日 李先生第一次入了二萬五元 去工程行中生 提供的一個私人轉數塊帳戶 第二天, 銀行葉先生又找他 葉先生又打電話給我 他說送命又批分了, 批分五十萬 他叫我進入二萬五、六個工程行中 於是李先生第二次 再轉二萬五元去同一個帳戶 但是一進完錢 輪到工程行中生找他 又說出現問題 沒有, 因為你那個倍數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財務會計幫他做一批的時候 風險評估只能做這麼大倍數 他們的回批不到十倍 只能出到五倍 他現在批到五十元 我現在入了五元 又要分他五元 要多入五十萬元 就是儲價十萬元 這樣才能批得出來 為了借足五十萬 李先生第三次將二萬五元 轉數到中生提供的另一個私人帳戶 但是他發現再入第四次的話 戶口所有的流動資金都沒有了 我就說, 我戶口沒錢 真的沒錢, 我不搞了 他退回錢給我 聖業的銀行國主任 他就說我幫你搞了 他幫我進入二萬五 就是儲價十萬元 之後他又打電話給我 說盛名查到那個戶口是他的 你們現在的計劃 是欠二萬五元之間證明 因為有二萬五元 是彈了給你那個跟蹤的經理 葉先生 最早不要太遲 因為我們收九點 是的 我怕你到時趕不及 我們也要一小時幫他處理 他那塊錢要抽走 叫我自己搞 之後我又入了二萬五元 總共有十萬元, 就是這樣 我再約時間去銀行簽合育的時候 就找不到東西了 自稱銀行職員的葉先生 提供過三個電話號碼給李先生 我們逐一打過去 我們就嘗試聯絡過 自稱是銀行職員的葉先生 他的不同電話號碼都沒有人聽 到底葉先生是否真的在卡片上 那間銀行工作? 打去銀行的熱線查證就知道了 如果我們的職員向你推廣的話 他會報名字, 員工編號和電話 請你提供一些資料給我 好, 姓葉 葉… 名字, 葉… 在推廣方面, 我們沒有這位同事 我們更加發現 在卡片正反面 顯示的直線電話號碼是不同的 3174… 是… 我們沒有這個電話的 那另一個電話呢? 3182, 然後就是… 3, 是吧? 是 也沒有的 其實那張卡片的應該是不對的 通常卡片中英對照的電話 不會是這個電話, 另一面是另一個電話 這個不是我們的職員 那就是你的卡片是假的 騙徒在卡片上做過的手腳 還有偷用另一名 不是姓葉的證券業務員工 在金管局的註冊號碼 其實這次騙徒、藝務的這間銀行 在去年曾經公開提醒客戶 只有人用藝務卡片 俄稱提供低息借貸 騙人存錢去指定戶口 作為申請貸款的保證金 內容和李先生這次的經歷 上次度沒有十成, 也有九成 至於鍾先生的卡片 一看地址就有古怪 整個海港都沒有一幢 叫海港城中心不再說 公司名字又跟網址不同 當然也是假的 李先生就已經報警 還提供了葉先生和鍾先生的所有電話 但是SIR就跟他說 這些情況都很難找得對方 而我們就照樣試打電話 去鍾先生的WhatsApp號碼 誰知道他不小心接聽了 請問是… 喂… 你好… 請問是公正公司嗎? 你是… 不是…打錯了… 你們的卡片寫著你的名字 和你的電話說是公正公司的 什麼公正公司? 不明白 我們沒有你的電話 我們是東張西望 因為我們收到投訴 你們提供了電話號碼轉數塊 給別人入數 是不是有這種事? 沒有… 那你是不是中資? 不是,打錯了 沒有,我都不是這個人 這次借錢不成 反而送錢給騙徒 真的越窮越見鬼了 而除了不見錢 他還給了很多個人資料騙徒 也不知道對方會拿來做什麼 給了身份證 身份證刷員用白錢簽了我的名字 還有三個月的意見登 還有地址證明 所以我就報警了 這次提三級需要這一筆證用 所以那個警計心就低了 現在是否沒有錢出糧給伙計? 是 社會借錢 或者是租入大判的帳 大家判什麼時候給 但是那些大判都… 一天拖一天的 我心真是很急 要是給伙計的 就是外面有給伙計的 我原本這十幾萬元 現在給他騙了十萬元 我都… 我都很猜定